大家好我是吳唯 诶等等不是 是主播dsa又来啦 想说有些暖包说我的声音 有点像吴唯大 就学了一下 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 那这次要教大家 其他实况组 根本不会教的枪支使用技巧 散弹狙击流 就有暖包会问啊 啊散弹就散弹狙什么狙 这你就不懂了 今天这一期主播要教你 如何用散弹当狙击用 我们开始吧 首先啊我们要先了解 每一把散弹枪的弹道位置 才能够准确的使用散弹枪来进行狙击 那在APEX总共有四把 首先呢是 墨山Pekko 和平使者 熬犬散弹枪 以及 伊芭芭 那首先呢 我们先从墨山比克讲起啦 那墨山比克呢 发散的弹道是呈现一个三角形 而且射速很快 射中一发 就会产生15点的伤害 这时候啊 我们用墨山比克狙击流 就要上面这一颗子弹为准心 所以啊 在使用散弹竞技术 狙击流的时候 你的准心要稍微往上一点 使 子弹下坠 毕竟是竞技术嘛 这招实在是过于强大 真的不要太常用啊 一来呢 是使用后击杀率异常提高 二来呢 敌人会马上掌握到你们的位置 等他们车过来 结果被你们反车回去 实在是太不忍道了 三来呢 是有可能被EA判定为外挂 所造 第二把呢 为和平使者 这是属于散弹狙击流的第二强武器 也是终极竞数啊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弹道 和平使者呢 可以使用集气让子弹更集中 没有固定的弹道形状 就是集中后射出 每颗子弹呢 造成9点的伤害 那这把可怕的地方呢 是在他可以集气 所以我们使用狙击流 打到的机率又更高啦 要想想 如果今天远方会战 对方又都刚好残9滴血 你这个一集气 一群子弹飞过去 直接收掉一对 真的是有够狠 当然 这也必须承担 黑地异常升高的风险 老挂局 少用为妙 第三把 熬犬 那这把呢 可说是变态中的变态 禁忌中的禁忌 若可以 千万不要拿这把枪 来进行散弹狙击流 因为很有可能 你一射出去 下一秒一夜就断线外挂 炸防 扣分扣到你哭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枪的弹道 他是属于 影子型的 激发类型 一颗子弹会造成C点的伤害 所以 你在使用散弹狙击流 竞速的时候 准心 必须向上偏移 偏移量呢 是你与敌人距离 多远而定 那请不要小看这一颗 11伤的子弹 如果你前后距离抓的刚好 敌人相近的距离 你也抓的刚好 残血的时机 你也抓的够好 一枪散弹狙击流 可以让9个人瞬间同时倒地 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在队的时机内抓准 对方3队都大残胜 20滴内 最多3发 最少2发 直接收掉 你说可不可怕 我就问 是不是该削弱 第4把 1188 这个是散弹 连拘流的王者 跟成功比 根本小屋见大屋 如果非必要 也千万不要使用这把 来进行狙击流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他的弹道 那这把1188的弹道呢 是一个八字形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不过这把枪啊 不是以弹道来瞄准敌人 而是引量取胜 一发没打中 可以打两发 两发没打中呢 可以打三发 四发 五发 敌人视角 犹如满满的子弹袭来 想想看了 一发就是7点伤害 连续10发 歧视点 你说可怕不可怕 玩APEX啊 其实有了 胜率就会大大提升 拿这把使用狙击流 需要一定的勇气 也需要一定的运气 最后在这边推荐 必备配件 枪酸呢 一定要金色换弹的速度 才会够快 狙击技能 一定要搭配两倍镜 如果你要在电脑面前 放个放大镜 也是不反对 只要你够有志气 那玩这种流派呢 一定都是两手 都拿散弹 金包全子弹 散弃狙击流 绝对会变成你的专属流派 真低棒 以上就是 四把散弹狙击流的详细介绍与教学 主播在这边呼吁各位 千万不要乱拿散弹枪使用狙击流 撇除运气杀 敌人满甲满血 伤害比较低 一夜会断线扣分 散弹枪是可以当很强的狙击枪使用 竞速不要乱用 免得你会跟滋风一样 一只就上瘾 多力多姿 多姿多力啊 我们下期见 靠北啊 靠北啊